赖美会议员摆出清皮的碰干及农笋的倒壳 向市府官员上了一课 他说台风催落碰干果实 损果落地会生菌形成冰害 农民必须赶快清理 以免损害扩大 但即便有部分的收成 但果粒被抢风擦撞或有伤痕 卖下难堪不好卖 但一般没有农作食物经验的农政勘灾人员 不认为是灾损 以为有收成就好 让农民很伤心 所以公公在我们心不知 要跟公所人员去实斗 来认定、规则的规定 你到处已经没看到落果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还有持反性的一个灾害 所谓持反性的灾害就是 我们这个农笋在四个农笋的时候 它让风打到架位 它就造成这种的现象 这种的现象 刚才有很多人说 这是中边 黑阳边 不然就是说 这是不是 你让糖加上 其实这些都不是 这是因为风刺到后 两粒的烧骨 才好 尾卡到刺了 他在四个农笋的时候 你看不出 他的胸品 他这个个性已经受胜 他就必须到成像这样 要受胜了 所有的生涯 都一直停返落 在这个停返的过程 我们很多工作人员 和很多人同样 是不知道他这样 是因为风海来受胜的 所以在这个任定上 所必有情意 因为我们工作 在我们国区工作 已经修理到農民的新务 为什么 我们怎么会 这些二连三 都会来发生到 我们的農民 又再来 把我们的工作 控制 又再来 把我们的丁情 在这里 又再 又要 撑到中央農牛肅 的领怨 又再来 一边的一个 协调 又认定 做生到民怨 农业局长许晗请表示 中央补助分现金补助 与专案补助 已经注意到 补助时任报实陈问题 将检讨改善一致做法 缩短补助流程 目前专业 农业人员部主职年 请农金客或村里干事 帮忙鉴定农损 为此 农业局将会加强训练 鉴定技术 让行政人员 判定农损能够更加准确 将来 就是说 没有这个 没有分 这个现金救助 跟这个转难保助 一路 如果農民有受到灾害 就可以来向工作 来申请 申请后 就马上够查 时间箱 可能就是 较能够符合到 我们民众的需要 至于说 你如果農民有出发性的灾情 去放映到 或是在开火器 在忘火器 受到灾害 那么 没办法看出 受害的情形 你等下 你如果有受害 你原来可以向工作 所以这个土民 我们这样做 第二 就是说 我们这个 速度的这个方便 我们的巴士 这个完全 尽量 可以从速 就是从速 从简 从宽 来做这个 处理 第三点 就是说 我们的 我们的 人员 说起来 隔行如隔山 尤其 我们现在 现主席公所的 这些人员 農業的 人员 很不足 可能就要 当中 其他的 人员 就是说 我们龙晶科 其他 没有设计 的人 或是说 那个 船尼干事 来帮忙 因为 那面租 很遼寇 所以 这部分 我们的 家庭 这个 训练 让每个人 对这个 灾害的 判定 可以 增加 赖美会跟建议市府 农民大半时间 都在山上 农忙 不见得会看报纸 或电视上网路 因此希望农政宣导 相关资讯 要注意城乡差距 让农民及时 掌握政府政策与配合 记者黄俊怀 台南报道